日本准航母出云号首次停靠菲律宾 要为菲律宾强出头吗 其实它的真实目的不在南海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日本最近不安分啊 一边不管不顾的强排核污水 一边还想在我们的南海参合一角 自从福岛核污水排进海洋起 中方就已经宣布全面的禁止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而面对中方采取的这一反制措施 日本的反应也是相当的出人意料 他们不仅没有对自己强排核污水一事 做出任何的反思 甚至还能脸不红心不跳的 要求我们取消这一禁令 那对于日本的这种无理要求 我们自然是一口驳回了 顺便还通知了对方 说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华党首来访不合适再缓缓吧 但是日本却是分不清好赖 不仅开始大肆炒作中方纵容反日情绪 还配合起美国搞什么军演 想要从军事上给我们施压 妄图逼迫我们做出让步 根据媒体的报道 日本方面于近日公开了 日本准航母初云号停靠菲律宾的画面 并且展现了美日澳飞 四国海军典礼这一盛大时刻 不过在核污水排进大海后的今天 在仁爱礁事件刚过去不久之后的今天 这场所谓的盛大典礼 也终究沦为了一场反华的闹剧 那么从媒体消息来看 日本这次采取的军事活动 不仅是其准航母首次在菲律宾停靠 也是被视作日本介入南海 针对中国的军事动作 而日本自卫舰队司令 翟腾聪在发表讲话时 更是口出狂言 声称日本已经了解到中国正在进行的高压活动 而且还特别提到说 在日本附近也有类似的活动 而举行这次美日澳飞联合军演 恰恰能为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不得不说日本官员的这番话 和他们针对核污水事件的回应 还真的是如出一辙 大言不谈那样子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事实上他讲这番话 是和巨星谁又听不出来呢 就说翟腾聪口中所谓的高压活动 很明显就指向了中国和菲律宾 近期围绕仁爱交产生的一些纠纷和冲突 但问题是 我们先不论中非之间有何争议是何结果 就说这事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日本准航母这次就是停靠在菲律宾 搞这个所谓的美日澳飞军演 尽管菲律宾此前已经明确的拒绝参加本次军演 但是美日显然不会就此作罢 因为菲律宾参不参加 对他们来说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他们只需要有菲律宾这个幌子 能到我们的南海进行腥风作浪 而日本之所以胆大包天的配合美国搞这出军演 为菲律宾强出头 就是想把我们在仁爱交附近海域的动作 和在日本附近的动作相关联 把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强行的划等号 把自己和菲律宾一同放进美国的保护伞下 来共同对抗中国 说了再明白一点 日本介入此事的目的不是仁爱交 更不是要为菲律宾抢出头 而是要借菲律宾的手拖住我们 把我们牵制在仁爱交这个问题上 好让他们四机去控制钓鱼岛 不得不说 日本这算盘是打的确实够精明 不过盘算的再明白 从开始就错了 那接下来必然是一步错不步错 仁爱交也好 钓鱼岛也罢 主权问题都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不论是菲律宾想借力打力侵占仁爱交 还是日本想借菲律宾的手抢占钓鱼岛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说起来 日本要是真的有这个胆子和有这个实力 倒不如把准航往钓鱼岛开一开试试 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再奉劝 他们憋汤这趟浑水了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